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蕾是民国初年的人 平常就爱喝酒 而且特别喜欢杀生 虽然他的朋友常劝告他 可是他都不听 直到有一天 那是民国九年元旦的夜晚 徐蕾正喝得醉醺醺的 在屋里呼呼大睡 睡着昏昏沉沉的他 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地狱 有两名恶鬼 正在用一种装重重的春节一个犯人 样子十分的残忍恐怖 徐蕾上前一看 天哪 这不是我的身体吗 在惊恐中 才感觉自己的背部受到撞击 痛得大叫一声 这个时候 空中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在念佛中醒来 徐蕾才知道 刚刚做了一场噩梦 可是摸摸背后 竟然痛得不得了 从此以后 徐蕾痛改前非 专心学佛念佛 他每天称念 阿弥陀佛圣号 同时诵读华颜经 破贤行愿品 有一次 他病得非常重 仍然趁着要诵经 由于他这样的精进 当他诵经的时候 空中时常会出现 像圆镜一样的白光 有一天晚上 徐蕾对妻子说 明天佛菩萨要来接应我了 你应当把屋子打扫干净 烧香准备迎接 他的妻子听了就照着做 第二天 徐蕾洗完澡 穿好衣服 就端正身子 念佛而试了 一心忏悔念佛的徐蕾 早已远离苦行地狱 求生西方安乐净土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